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语 而我国国花大红花代表的是勇敢坚韧以及旺盛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所以才让国父东郭阿都拉曼在1960年7月把大红花定为马来亚国花 那其实呢大红花除了是对我国有特殊意义之外 有草药师还懂得应用它的营养价值变化成创意料理 《八点最热报》国庆系列特辑第三章 记者严伟俊还有韩素婷前进了三美兰的波德森花草原偷师 看看大红花可以如何千变万化 五片花瓣成型 花中心长着一根长长的花丝桶 那就是大马国花大红花的独有特征 红通通的大红花除了是大马人民心目中的国花以外 其实你对它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八点自热报》这次南下道波德森一代 寻找一家三代草药师家族 他们家的草药原理可是种着一整片的大红花呢 只不过草药师怎么会选择种起大红花来了呢 这是因为第二代的草药师阿姨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大红花含有医疗效果 除了含有果酸 对美白和皮肤都很好之外 阿姨还说 大红花它是有维他命C的嘛 就是好像要伤风感冒了什么 我们就是一天连去吃五朵 一朵是一杯水 我们就是把它踩着的时候 这个不要 因为有些人不能吃花粉 有些人是花粉敏感 然后我们就是拿它的花瓣 另外大红花的生命力旺盛 四季都会有花 与其他的花卉相比之下 大红花其实容易种得多 只要阳光水分充足 再加上定食施肥 便能茁壮成长 而且内疚不易枯萎 只要照顾得好 就能够生存下去 红红的大红花除了有医疗效果之外 其实还可以哪来吃呢 不过大红花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这位第三代草药师Stella 她就自己发挥创意 研发了一系列特别的大红花料理 首先要重点介绍的是大红花花果沙拉 那这道料理需要的材料是黄梨 薄荷叶 文定果 大红花 蓝豆花 马鞭草 以及芙蓉花 不过一次过吃这么多的花 真的没有问题吗 在外国已经很流行吃花了 只是本地还没有被开发 其实在本地很多 我们自己本身的花是可以吃的 但是没有人去开发 所以我觉得除了蔬菜 水果 还有就是一些草药 其实我们还可以更丰富一些 加一些花下去 好的好的 话不多说 马上动手做料理 准备好食材之后 首先就开始把薄荷叶切很碎 接着就把文定果切片 然后就是加入今天的主角 大红花 把尾端拔掉 然后把花瓣撕成一丝丝 接着也同样的 把马鞭草的花 蓝豆花和芙蓉花的花瓣 都剥开 然后放入沙拉中 当当大红花花果沙拉就这样完成了 五彩缤纷的颜色看起来真的是很疗愈 也特别吸睛了 哇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没有什么人敢接受的 但是它品尝第一次的时候呢 它们就会刺得滔滔不绝了 除了大红花沙拉之外 在这么热的天气 其实大红花还可以做成冰棒来消消暑呢 要做大红花冰棒不难 首先必须把剥好的大红花花瓣 和切块的棕榈糖放进杯子里 接着再倒入摄氏100度的热水 让大红花的颜色在水里散发出来 之后就加入摆香果 搅拌均匀 再倒入装冰棒袋 最后拿去冷冻两个小时 之后就可以吃了 酸酸甜甜的大红花冰棒 吃好了 让人看了真的忍不住流口水呢 下午茶时间挑来阵阵的花香味 在这时候Sella她端出了大红花花果茶 来招待宾客们 原来除了吃的 大红花还能够搭配柠檬和桔子 泡成茶来喝呢 而且茶中加入的柠檬 除了调味还有提神的作用 懂得欣赏大红花的美 结合她的疗效 再去发挥创意 为大红花搭配出不一样的创意料理 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爱国的表现吧